加速时代的速度愿景 加速主义下当代人应采取的态度而言 重要的是拥抱变化 对新的可能性和机会持开放态度 这意味着愿意尝试新技术和新的数位通讯形式 并挑战关于什么是可能的传统观念 这也意味着要积极主动地寻找新的机会 并愿意接受新的想法和观点 即使他们挑战现有的规范和惯例 这可能涉及冒险和接受新技术和实践 即使他们是不确定的火味精测试的 最终 加速论者认为 瞬息万变的世界为创新 创造力以及社会和政治变革提供了新的机会 那些接受这种话语的人必须对变化持开放态度 愿意尝试并积极主动地寻找新的机会和观点 本次展览以切片 加速度 模拟三大主轴 表现出加速时代的速度愿景的各种面向和可能性 展览介绍 切片 在大雷雨中行走P5 360度P6 消失战争P7 动物灭绝P8 剪影P16读取生活的途径 体察日常时空等零碎的取样和观察的切片 从周遭环境到人味冲突和生态灭绝 无一步和速度有关 在雷雨中行走 雨下的又快又猛 声音与艺术的交响乐 雷声隆隆如节拍 无法击败的节奏 风暴围绕住我 周围的世界逐渐消失 而我所看到的 只是雨的摇曳 360度 观察日常生活中 看似平凡的 琐碎片段 及聆听疏忽即逝的声音 以动态环形时间性的方式结构 消失的战争 不再有炸弹和枪声 世界和平了 战争结束了 但回声仍在继续 提醒我们做了什么 虽然战争已经从视线中消失 它们留下的伤疤 至今还在燃烧 动物 灭绝 我们周围的世界变化很快 我们曾经爱过的物种也消失了 它们的声音消失了 它们的美丽消失了 它们的灭绝让我们感到孤独 加速度 加速P9 驱速P10 横向的速度P11 无限回圈P12 从巨像的车速到天文想象的驱速 从抽象的横向速度陷到心灵的回声 唯有加速度才能被身体感知 一切都以极快的速度发展的世界里 加速度成为塑造我们的体验和感知的主导力量 无论是汽车在路上及时的速度 还是穿越浩瀚太空的光速 加速度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加速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恐惧 因为它将我们推向身心所能承受的边缘 但它也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和视角 因为我们已曾经难以想象的速度穿越世界 无论我们是在谈论高速行驶的快感 还是探索未知领域的快感 加速都是让生活如此激动人心 和充满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本质上讲 加速度是衡量随时间变化的指标 衡量我们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速度 无论是朝着未来快速加速 还是朝着更美好的世界缓慢 稳定的加速 加速都是推动我们前进 并帮助我们突破可能界限的强大力量 模拟 人造的数位虚拟世界P13 水波P14 鸟鸣P15有如 元宇宙的数位衍生 人等同造物主 模拟出另类的世界 人工数位虚拟世界中 我们可以自由地创造和操纵我们的环境 从潮起潮落的水波到悠扬的鸟鸣上 当我们沉浸在这个元宇宙中 体验一个超越物理限制的世界时 现实与模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作为创造者 我们有能力塑造和控制这个模拟环境 测试我们想象力的边界并探索存在的新维度 无论我选择够建新世界 还是重建熟悉的景观 数位虚拟世界都未创造 探索和发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 速度是衡量物体 在特定方向上移动速度的良度 它是物体位置相对于时间的变化率 另一方面 加速度是物体改变其速度的速率 它是速度随时间变化的良度 通常被描述为具有大小和方向的向量 简而言之 加速度是物体加速 减速或改变方向的速率 速度或加速度的性质 由控制宇宙运动和能量的物理定律决定 它对我们理解和体验周围世界的方式 具有深远的影响 感谢观看